今年是冬奥年,对于中国的滑雪天才少女古爱玲来说,这一年注定将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。 不出意外,这位极美貌、身材与实力于一身的青春美少女将成为国内新一代的青春优质偶像。 这部,在这个冬奥年,古爱玲取得了强势开局,三天两夺冠。而让不少喜欢和支持她的观众感到有些意外的是,古爱玲非常罕见地分享了她的泳装照片。 真的是不看不知道,一看真惊艳,古爱玲的身材可真不是一般的好。 古爱玲目前还只有18岁,自成为中国国家队的一员后,古爱玲在代表中国出战的赛事中,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。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,她在赛场上的表现可成为完美。 去年三月,她代表中国参加自由式滑雪式锦赛,一人收获了两金一银的好成绩,成为当时赛事最为闪亮的明星。 不过,伤病这个运动员最大的敌人,在这个时候找上了她。 在此后,她受了重伤,不得不进行手术。 直到去年12月,她才得以重返冰雪赛场。 不过,只要是她参赛,冠军基本上就跑不了。 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,她便收获了四个冠军。 尤其是卡尔加里战的比赛,她原本就没打算参赛,但在最后时刻,她还是递交了报名表,并最终夺冠。 整个2021年,虽然谷爱玲因为受伤缺席了大半年时间,但她仍然收获了六金一银两铜的好成绩。 夺冠只是谷爱玲的常规操作,这步在新年的第二天,她在参加2021。 2022国际雪莲自由式滑雪优行场地世界杯加拿大卡尔加里战比赛中,获得了92.80分的高分,继两天前第一场决赛夺冠之后。 再次强势获得冠军,也就是说,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,跨过2021年和2022年,谷爱玲便强势收获两金,为2021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名号,为2022年取得了一个强势的开局。 有意思的是,在总结2021年时,谷爱玲提到了三件事情,一是丢失护照,二是伤病,三是世界杯夺冠。 不过,让很多观众感到有些意外,也有些惊喜的是,谷爱玲在她分享的照片里,竟然有一张身穿泳装的照片。 要知道,对于冰雪运动来说,厚重的冰雪服装是根本就看不到运动员的好身材。 所以,虽然大家知道,谷爱玲是一名颜值和身材都很好的运动员,但看到这张泳装照后,还是被她的身材所惊叹。 只见谷爱玲身着吊带泳装,身上根本就看不到一点多余的脂肪,不得不说,这个身材真的让人非常惊艳。 由网友对此表示,谷爱玲果然是身材、颜值与实力对等。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只有一个月时间了,作为中国新一代滑雪运动的核心人物, 谷爱玲可以说是肩负着带领中国冰雪运动走向世界的重任。 以她的实力不出意外,北京冬奥会将会视她成为全民偶像的最佳平台。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,这名颜值、身材与实力对等的青春美少女,一定会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成功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。 感谢观看